如果我們以蘇二五跟刺針飛彈的耗用的比例 那當然蘇二五被打下來很多 那也有很多幸存的 那刺針飛彈它方便好用 它在前線支援 它也是幫烏克蘭建立了很多戰機出來 那我覺得 我們一直在節目上面告訴大家 就是武器本身它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載胎 它真實的運用還是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刺針飛彈的確它是一個可以針對蘇二五的武器 可是你指揮官你要願意support你的檔位 而且你願意在整個作戰計畫裡面 把這些防空兵力估算進去 或者是如果這些防空兵力在第一線發生什麼折述 你有沒有第二線第二批馬上可以補 那知道武器跟如何運用武器是一件事情 那蘇二五也是 蘇二五的飛行員其實必須要非常的勇敢 因為 它飛很低又很慢 對 因為以它作戰方式它就是很低 它低到 你 蘇二五從你頭上經過 你都可以拿手槍打中它 所以蘇二五 它是為了躲避 增長 它不能飛高就會被防空飛彈打到 所以它飛這麼低 你要對付防空飛彈最好的方式就是飛低 大概一般都是50米左右的高度 50米而已 對 50米 在電線桿上面高一點點 所以現在 現在 俄羅斯的蘇二五的飛行員常常說他們自己是在 跳電線桿 我們知道那個奧運不是有那個跨欄嗎 他們是用蘇二五跨欄 那就是看到的時候就拉起來 然後再下來 拉起來再下來 那之前 之前我們很多台灣那邊新聞就來講說什麼 美國人一直叫我們加強軍備 準備打巷戰打城市戰什麼的 然後說什麼 這個乾脆就把刺增飛彈部署到派出所去 那我相信你這樣講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有多荒謬 就代表 如果刺增飛彈要部署到派出所 就代表說 抵擊凌空 抵擊凌空 而且預期說它就是來攻擊城市的 對 也就是說 嗯 但 所有的防空飛彈它都有 遠距 中距跟 近距離的 刺增飛彈是屬於近距離 你也不能說它沒有用 就是 它還是有反擊的能力 它可以讓 你的對手在動用 航空力 航空力量的時候 必須要考慮到 還有這種機動型的 或單兵攜帶式的 就是 烏克蘭也是因為有了這些 西方援助的刺增飛彈 也限制了 俄羅斯空天軍在這個戰場上面 可以任意活動的自由 可是那個人家在烏克蘭是打野戰 如果我們把它放在台灣城鎮戰 不代表說我們的城市 已經成為戰爭的目標了嗎 我會另外 因為我城鎮 我們必須要講 城鎮本來就是戰略目標 但是它放在哪裡都躲不掉 你今天把刺增飛彈放在派出所 跟把刺增飛彈放在國小校園 跟操場其實差異是不大 因為城市它本來就是一座戰略目標 但我比較 我比較會用另外一個角度想就是 刺增飛彈不是那麼好操作 你今天是一個警察 我把刺增飛彈發到派出所 然後告訴警察說你用這個給我把天上的飛機打下來 我會擔心是它會不會先把自己的天花板打下來 它沒有那麼好操作 它必須要經過一定的訓練 其實刺增飛彈 無人機刺增飛彈很大的麻煩 因為刺增飛彈它是追熱 無人機它的熱量散發 其實很容易跟背景雜訊混在一起 反而刺增飛彈不太容易能夠鎖定 所以它比較適合就是攻擊直升機 對 就是所有可以發出熱量的 因為它是靠紅外線的熱訊號 所以這就是我們為什麼看到 蘇二五它執行完任務從 敵方陣地拉開了以後開始打火焰彈 因為那個火焰彈燃燒溫度3000度 從刺增飛彈的紅外線的視窗看出去 就是每個都是紅點 那它必須要決定去追哪一個 那如果追錯的話 你就可以隱藏在那個紅點裡面 可以逃逸 因為它一打出來不是一片嗎 這個其實也是飛行員的訓練 有些飛行員就是 你放完了熱焰彈以後 然後馬上就一個急轉彎 那又被打中了 為什麼 因為熱焰彈在這邊 你在這邊 然後對刺增飛彈的角度看 那邊有一個很明顯的飛行員 比如說有經驗的這種發射手 你必須要讓你自己飛機的 飛機位在那個熱焰彈跟 跟那個可能發射 視真飛彈的位置的 就是你必須要把熱焰彈放在你們兩個的中間 就是你不能讓自己脫離這個範圍太遠 那就是飛行員的經驗 那發射手要避開這個也就是發射手的經驗 但飛行員有這個選項 發射手不一定有這個選項 因為發射手沒辦法移動 所以它看到的還是一片 它就會打不動 它就會放棄 所以老師這樣說那種編隊 就是一架在前一架後 一下就執行那個設定的攻擊任務 另外一架就是 如果有人要打它的話 他就打它就對了 因為我們一般以俄羅斯的對地進階支援的戰術 它就是兩架飛機編隊 而且前面一定是掌機 後面是寮機 因為他們會做兩輪式的攻擊 他們第一輪飛進去的時候 寮機要在上方 幫掌機看可能地面的 有沒有防控武器跟防控兵力 這時候他要負責警戒 掌機負責攻擊 就領對機負責攻擊 那他們打完一輪以後 不是就會Pass 然後就轉下一輪進來 這時候就互換位置 掌機會在上面 寮機在下面 換寮機再進去 他們的規定通常就是 一個任務要這樣打兩輪 就是每架飛機各攻擊兩次 應該說每架飛機一次 一次就是這樣子一個回程 它一個Pass 就是兩個Pass 它第一批進去 然後是掌機負責攻擊 然後脫離 脫離以後 接下來會換兩架飛機 會在轉彎 邊轉彎的時候 邊互換位置 這時候掌機會飛到上面 寮機飛到下面 再來就換寮機在前面打 掌機在上面看 然後這樣子才完成一個 就是才完成一個目標的攻擊 這邊就在進去